计划 省育 工作很重要 假假的监狱措施各有各地道 你要去打枕 踏着去吃药 你要去上花 踏着去带他 没了 搞命 党干部最终一条纸是妈妈 像我们这当官的 宅宅女婶人还少吗 汪公长 你们家我不是屈过了吗 你爸管多少人 我爸管多少人 一六七个吧 我爸管二百多 原来你爸就是个破共长啊 你不就是一个破共长吗 老王 你不就是个破共长吗 还真拿自己当干部了 我爵也自了 偷也带了 我怎么就不算干部呢 你上个名人 我要下个人 没用 老王是个管两百多人的干部 却不大被人们放在眼里 因为这两百人全是一线干活的女工 他不过是个工长 纺织场里最小但事最多的官 别人都不把他这个小干部当回事 他却郑重其事 煞影介事 随便一个科长主任 清闲事少 权力还比他大得多 一些心术不正 想走捷径的女工 往往绕过老王 找他们接受潜规则 不过老王也很有原则 在女同志扎堆的纺织场还一贯洁身词号 但是如果有人投怀送抱 他还能做坏不乱吗 这天早上 老王买菜回来 邻居大妈逗他 这么大干 我还请自购买菜 干嘛 不就管二百多人吧 回家啊 慢点跑 你说你学习跑这么快 该多好 两门公司架一块 还一百多点 真能给干部自己丢人 不上班了啊 对 妻子张云在食品场上班 动不动就跟工友们炫耀 你们找老公啊 可千万别找当干部的 能呢 能不难 在我们家哪位 好吗 在单位 管二百多人 价里的事啊 崩打算直躺 管二百多算骂光 我老舅 管三百多 哎呦 还骂光吗 放殃 殃光 千大美孩子 厂里发福利 破的俘虏没人要 张云主动表示 行吧行吧 坐在这 二百多吧 觉悟就是搞啊 一看就是干部家族 就是他 学校里 文体委员小强 肩带二道杠 帮女生驱逐霸占囚桌的小胖 小强上来就是一句 你爸管多少人 我爸管多少人 你留起胳膊 我爸管二百多人 哦 原来你爸就不透过忙啊 我爸不错 你不是 错着二 错着二 我爸正触击呢 你爸骂急 我爸骂急 你爸没急 这么跟你说吧 方志常常常要五千楼 我爸就是大宗王 你爸主持量就是个小 太急 相当小的 再见咯 小强暴怒 一拳呼他脸上 老师见状 撤掉了小强的二道杠 对待工作 老王总是亲力亲为 尽心尽责 哪怕十年不升官 他也从来不抱怨 对于新来的女工 他总会安排老手 一对一的传帮带 进步快的鼓励 进步慢的打气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 他不仅要抓生产 还要抓生育 统计节育措施 老王有点难为情 带着一帮娘子军 他很注意出言有耻 行事有取 从不占姑娘们半点便宜 好在大黑脸皮后 自告奋勇张口就来 下面听我口令 指钥子坐左边 用个套子坐右边 上花子约地别动 然后选择为什么在这呢 没结果的继续吃饭 那怎么回事吧 干嘛 计划省育是非常严肃的事 严肃啊 你快走 计划省育 工作很重要 假假的监狱措施各有各地道 你要去打阵 踏着去吃药 你要去上花 哎 踏着去带他 别了 搞命 扯不扯呀 你怎么老不挺胯的 我平常我怎么教育你的 回到家老王抽了一顿小强 作为干部子弟 怎么就不能以声作责呢 儿子却说 老王纳闷 我怎么就不算干部了 张云告诉他 儿子比你还委屈呢 你是不知道 看了两道干 叫老师给骂了 啊 儿子儿子 别别别别 问题委员呢 还叫管啊 骂就骂了啊 你要真相当管啊 首先就得骗的是 是学习 当然做人也好 当然最重要的呢 还得有个好审题 知道吗 你呀 审题没问题 这关键是好好学习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了 我给你马紧后 我们纸塞啊 是吧 开他马 拿点签 明儿请开吃饱的 啊 好好补补脑子 老王走进主任办公室 只见女工姚丽身穿陆奇装 和车间吕主任亲密的窃窃私语 这妮子放着好好的斑步上 跑这儿干什么呢 其实昨晚上 姚丽用自己并不风雨的身体 对未来做了一笔投资 老王对此一无所知 于是她不解风情地批评道 以后买衣服啊 买仓点 我怕你脑肚子 谢了 刘主任 赶紧拍个副工章 您看我都称霸了 对 太对 早就应该给你配个副工章了 哎 您觉得 韩远华怎么样 对 老同志 对 技术不干 对 以前呢 还挡个劳模 看 太对 吕主任脸上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 连连称对 不过 吕主任推说 人事问题啊 还得呼吁人说了算 我 二八十 那您 跟她玩一玩啊 对 我都回去挺信了 对喽 哎 你这干嘛这件事 老王回到办公室 发现姚丽正收拾办公桌 老王大闷了 这姚丽平时能力最差 请假最多 最不服管 竟然能当上副工厂 老王想不通 天天对着这个黄脸婆 这还怎么上班 本来想拉月华一把 计划也泡汤了 还被姚丽一顿野语 夫妻店 听姚丽这么说 老王也没有还口 看来老王和月华 还有点故事 老王听着憋屈 但也没办法 谁叫她说服了吕主任呢 大黑也很不服气 她凭啥当副工厂 你当工厂凭的是能力 她当工厂凭的是肉体 原来月华和老王曾经是初恋 可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月华父母极力反对 两人无奈分手 最后各自成家了 老王来车间找到月华 问他对当工会委员感不感兴趣 月华问 不脱产 意味着还得天天在车间上班 月华不屑道 原来月华男人孙猴子出轨 被月华拒之门外 孙猴子找到老王 求他给月华好好说话 在看学校那边 两道杠没了 小强整日郁郁寡欢 体育老师给了他一个挽回的机会 厂里哪有人找 老王只能亲力亲为 老师见了问道 老师 老师 王小强他爸派来的吧 是 哎呀 这活好啊 枪将手下无弱兵啊 你要是再能弄点七 盘难的法律了 就更好了 行啊 老强 你这任务完成的不错 这两道杠算回来 看那边那这破桌子破椅子了 让你爸爸再叫俩人给修好啊 弄不好啊 你弄一三道杠 真大 爸 我真对不起您 让您瘦那么大嘞 我今后一定好好练习 不给您丢人 爸 您说我那三道还要吗 这天工人赵小玲没来上班 找了半天才发现 他在宿舍吞安眠药自杀了 老王紧急把他送到医院 原来是为了一个叫高平的渣男 这畜生脚踩两只船 对赵小玲脸哄待遍 月华说漏了嘴 老王有些惭愧 高平是劳资处长的儿子 可老王不能看自己职工 农村孩子吃哑巴亏 他来到保卫处直接找处长 谁是处长啊 怎么了 有人在厂里耍流氓 保卫处管吗 您要是不管 我找贡男局去 等会儿 兄弟 那里边扫行吗 来 被告了一撞 高平找老王算账 虽然啥事没有 但心里就是不爽 你是老王吧 我是老王 没吧 坐吧 那干我耍完气 那我找乱 那是你做的地儿吗 我尼玛就做了 你尼玛把我怎么拿 你尼玛也太不讲得了 我尼玛搞瓶怎么得了你了 你尼玛尾马上宝宝出告去 我尼玛先送回家 咱们再说 行吗 老王脾气很好 任这丝喷粪 只是说年轻人做事要想后果负责任 结果这次完全不听 反倒起脸变腻 没完没了 仿佛吃了蟹药 我不就跟他上窗 我上窗我就得娶他 哎呀 老王啊 你好好搞笑啊 我愿意跟谁上窗 我就跟谁上窗 能不能 就你老王还关我 你算第几把烧 我是一把烧 我是他领导 我跟你说 你别长得鼻子老王老王的 老王是你叫的吧 我今天就叫你老王了 你不就是一个破拱长吗 老王 还真拿自己当领导啦 老王 真想 你敢说 哎呀哎呀哎呀 就撤破身子板 还想跟我型 可以 我不是拱长 你这回你早爬地 知道 interchange いただ 我闹脸 Ed 哈哈 你那妈还是得uter 讹ligt 提 Jose 不是我跟你说 不敢说 我表我 你不是把我抬 是吗 不后你再长吞儿 我总花了 平安不欢 你干嘛啊你真是 你 你怎么不明白呢 好些都不踩臭狗屎 刚才外部抱着你 你怎么把他揍了 白了 我跟你说 就对这种臭狗屎 就得用这种苦肉劲 行 我走了 我怎么觉得 重计的是我呢 站住 你不是上重班吗 你看这都几点了 副工长姚丽带起了一股歪风邪气 她徒弟沈飞飞就跟着学坏了 技术技术不好好练 活活不好好干 动不动就肚子疼要休息 上班就穿的花枝招宅 下班老跑领导家里 别想歪了 不是别的 是去送礼 这不沈飞飞和表哥过来老王家 带了点小小心意 张云表示 那可不行 我们从来不守礼 这哪是礼啊 这是我们家乡的 一点土特产呢 那也不行 那就是想我们送勺了 不是 两人非要送 张云于是拿了四罐酱豆腐作为回礼 加一块不比这些土特产便宜 无事不登三宝店 沈飞飞想请王工长签个字 她花钱买了个计算机证书 想申请调到厂部给领导当秘书 领导那边 沈飞飞书通过了 就差这个签字了 可老王不同意 一来厂里培养个工人不容易 二来不能纵容姑娘们年纪轻轻 老想走捷径 不过有些捷径倒是可以走一走 比如淘宝百亿补贴 百亿划算节正在进行中 各类数码大牌补贴超低价 简直是全疯了 像这台新款小米K70手机 现在到手只要2187元 官方补贴了304 同时iPhone15全系列至高补贴1300家 全网低价 买贵必赔 现在上淘宝搜索淘补贴374 或者退出全屏 点击评论区链接 就能直达我的专属会场 还能最高在领1000元大红包 补上加补 还有这台华为13.2英寸 MatePad Pro 到手价4849元 官方补贴467 喜欢玩游戏 还可以看这台任天堂Switch OLED游戏机 到手价1479元 官方补贴138 不止如此 吃喝玩乐 通通都有 通通狂补 这次淘宝百亿补贴是来真的了 官方承诺假一赔时 买贵必赔 还有专属售后 保你购物无忧 俗话说 该省省该花花 淘宝补贴我就花 记得买东西 先上淘宝百亿补贴比比加 赶紧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上车吧 让我们回到故事 老王天天加班 好不容易回趟家 大中午的张云 急吼吼的找他撒欢 有时候这群众的积极性 没领导还搞 不巧来人了 又是赵晓玲的事 她没脸在厂里干了 但交了两千块钱押金 需要老王跟厂里说说 把押金还给她 另外 这姑娘在城里无亲无故 无依无靠的 需要老王帮她重新找份工作 爹娘都不管的是老王管 那就去我们家造公司呗 我们公司这几点正找临时供的 有险照顾知供家属 她不是咱家属啊 就说她是我外甥女 谁还能查她去 哎呦呗 这事要是办成了 你们两头子就是赵晓玲的战士父母了 哎呦呗 别人的事办妥了 该办夫妻的事了 抓紧 抓麻紧 我还是抓紧去公司 把赵晓玲的事给办了吧 好 有时候群众的积极性啊 也是不太不一定 深夜有人敲门 是个素未谋面的大叔 他扛着沉甸甸的东西 进屋就情绪崩跪 我太厉害你了 你干嘛这事 原来是赵晓玲爹 大老远从农村 专程赶来致谢的 老王韩泪表示 我作为一个领导 让孩子受那么大委屈 我心里不是难过呀 啊兄弟啊 你心里可千万别难过呀 你不仅救了晓玲的命 还帮她换了公共座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这辈子是无法报答呀 我呀 还得看个晓玲儿去 赶最后一班车会去 她妈还在炕上躺着呢 天黑了倒又不好走 我送你吧 大妹子那都麻烦你了 没事 这个你拿回去 我们不守力 那就是先我送的手 蒋豆腐 蒋豆腐还剩一罐呢 臭豆腐 沈菲菲跟同事们道别 调动的事看来搞定了 她的小组长找到老王 抱怨沈菲菲一走 人手不够 老王说我没批呀 人家妖利癖的 她有骂全力癖的 人家是公长 副公长 找我吧 你尾骂给沈菲菲签字 卡纳表哥正好遇见我 让我给他欠 那我顺手就给他欠了 你有骂全力欠 我是副公长 我怎么就没全力欠呢 不就欠块字吗 你至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吗 你别扯他没用的 我就想问问你 尾骂自作组长 那我还就欠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 姚力又臭又硬 这女的仗着自己上面有人 老王拿她没法 不过她抢走了沈菲菲的吊岗申请书 没我的签字谁都不好使 王公长 你们家我不是屈膜了吗 还给你送礼了 越说送礼老王越气 老王就是不吃他这一套 我求求你了 OK 王公长 你把表换给我 王公长 我去你哪个头 把表给我 四十来岁的人了 怎么跟他一般见识 好些不才臭东西 吕主任找老王要申请书 老王不给 吕主任说出了实情 其实啊 这不就是走个形式吗 他有背景 我不欠字 找个样子 我不管他妈背景 想不通过我 妹妹 哎 给我个面怎么样 我得错 你得错 你敢呀 你告诉沈菲菲 还有他的背景 为我王喜的欠字 他永远别想掉走 困卖 你跟他犯的着吗 好些不才臭狗屎 我不是给你欠字 宝道去 工长 你看可见 有个叫陈瑶的工人 也想掉走 不过跟沈菲菲花钱 买的计算机证书不一样 这姑娘是自己考的 陈瑶是个上进的好姑娘 而且没走后门 找他签字 符合流程 老王决定亲自帮他找厂长 厂长办公室没人 老王坐上厂长的位置 玩起了电脑 角落里 一个正在娇花的男人盯上了他 老王玩玩比 喝喝茶 转转乙 不亦乐乎 厂长 坐呀 我不坐 喝茶 我没喝 喝吧 太苦 来找我的 我有个字 想给您汇报汇报 你叫王喜吧 你那么知道的 虽然老王在厂长心中 留下糟糕的印象 但陈瑶的事厂长同意了 有人来老王办公室开骂 你就是汪大工长吧 你可太不吃东西了 我没找你没热你 你为啥老喝我过不去呢 那个沈飞飞被退回来 你高兴了吧 原来是沈飞飞上面的人 校园恶霸小胖他爹 不过老王表示 即使我知道你是沈飞飞的后台 该不放人 我还不放人 车镇主任都同意放人了 你拼罢当儿 我是工长 这也是一级组织 什么组织啊 你不就是个破工长吗 还真拿自己当干部了 我要拿自己不当干部 谁还拿我当干部呢 沈飞飞不就没打点你吗 太年轻了 你不就梁条燕吗 你配当干部吗 你说妈 你配当干部吗 你扯借干嘛呀 你要敢说 咱妈不说了 姓妈的 你等着 我和你没关 这天下午 车间机器坏了 老王来维修室找肖师傅 却撞进月华衣冠不整的从礼物出来 紧接着肖师傅也出来了 裤子都还没记紧 注意看 这个肖师傅和老王长得还有几分神似 老王质问月华 你上这干嘛来 我没干嘛 没干嘛 你干嘛来 不是他干嘛不干嘛 你管你着干嘛 都明白我是他拱长 他上班的 他这干嘛来 哎 你干嘛 别动 下走快走快走 你要把二号机器抬上 熬时了 不是我把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王质 别不识他一句 他就说他能娶我 管你骂事 现在主要是错了 早敢骂去 你站住 当初 不是你骂不同意吗 我骂是不同意 可当初你要说一句 匪窝不娶 我不就跟你走了吗 你怎么就不说呢 再说了 我不反感他 不就因为他长得像你骂 这话扎心也 急救中心送来艺人 是被打成熊猫眼的高屏 因为当不受到重创 他已无法用两足行进 哎呦 慢点啊 你妈要电视我啊 快走啊 你妈是救死不上吗 你 咱你妈替我挡 替你挡 应该替你嘴 老板 买单 大黑请老王喝酒 但事先说好 这顿要老王买单 你骂我买单呢 狗瓶被人收拾 这 进来 收拾他的好汉 是大黑的外甥二孩子 当然不是无脑暴打 而是诗出有名 他要的女朋友 这个眼前一转 这小伤狗 二孩子这头派你 派完了 撒下来就跑我了 跑完了等谁 找你 找我干嘛 顺着外甥到舅舅 你别听地上侠说啊 骂外甥像舅舅 我们俩站一块 要有一点像 你都揍我 我是得揍你 马上一站你看看 都磕了窿了 老王虽然解了气 但也交代二孩子 以后任何时候 都不能动手打人 知道吗 知道 哎 走着 再以后呢 别急 干嘛打了 我没喝多 你还能弄腻美人吗 老板 来来 酒后 大黑服老王回自家休息 却使了个坏 把他送到月华家里 月华让他进屋 孙猴子不在 二人早已离婚 想到生活的苦 看着错过的人 月华不禁泪奔 老王坐过来安慰 说有困难找民警 月华抓住老王的手 想跟他重温旧情 老王起身走开 酒后咱也不能乱性 月华从后面抱住他 哭着问道 如果有来世 你能娶我吗 能 一定能 能带我媳妇吗 我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工人技能大赛 老王悉心栽培的杨雪 陈瑶拿了全场一等奖 老王十分欣慰 俩姑娘是一个村的 老王决定亲自把奖品证书 给他们送到家里 大黑跟着一起 二孩子开车 三人来到了乡下 有司机有砖 车有秘书 这得是个多大的领导 村长排面拉满 放炮歌舞 好不热闹 老王把奖品证书 送到杨雪和陈瑶父母手中 村长说这是全村的光荣 两家的条件不太好 大黑还自掏腰包 送了洗瓶酱豆腐 村长安排了一桌丰盛的农家饭 拿出了本地最好的酒 大黑鲜持为敬 老王说道 相亲们过得都好吧 还行还行 还行 还行 有骂困难就粘一事 哎哎 有困难你也绑不了啊 你们家比这儿还困难 我怎么就绑不了呢 相亲们这有困难 你们就粘一事 我们这儿还真有个难事 就是咱们喝的这个酒 这是我们的一个百年老教 可现如今 它是皇帝的女儿夜仇嫁呀 酒降更怕像的神哪 瓦蛋不 你要是在城里 能给我们打开小路 你就是我们村的大根人哪 哎 这门咱们绑不了啊 怎么绑不了 二孩子 快撞几下酒走 那咱撒白钱凑凑 哎呀 腿又破例啊 倒霉就倒霉就破一趟 这是领导之间的会谈 你老瞎擦骂嘴 看你吃饭那馅儿呢 嘴里俺那丑水挤了 你干嘛老嘴 嘴尖 我躲着嘴尖 你刚才还嘴尖呢 谁看见我嘴尖了 都看见你嘴尖了 我躲着我也不能嘴尖 你就嘴尖了 我就没嘴尖 好讨厌陪你吃个饭 废物污蔑我嘴尖 甚是 回到城里 老王和二孩骑着三轮去卖酒 结果不仅卖不掉 还招来了城管查营业执照 总结大会 吕主任宣布了一些人事调整 有人欢喜 有人忧 轮到老王了 这么多年呢 亲情恳恳任劳任冤 异信为了工作 可是呢 考虑到王喜同志年龄偏高 文化程度偏低 特别是跟党签的 WTO的要求难以解轨 而且打着厂领导的旗号 到置贡价里是大吃八喝呀 更为严重的是 利欲熏信 无罩警营 受到了城管部门的查处 造成了乐略的影响 我选布免去王喜一半拱长的职务 由邀利同志解替王喜担任一半的拱长 旅主任终于找到机会 让老王下课了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车间的技术好 不如床上的功夫好 工作干的好 不如把领导伺候好 老王收拾东西落寞离开 独自坐河边发呆 不知怎么跟家人交代 只能跟大黑喝个痛快 显然老王的担心多余了 消息传的比打雷还快 小强被小胖一顿嘲讽 半夜回家 张云说家里来了几拨人的 来看你的 老王表示 你肯定了 所以你老王被你估计 你肯定了 你肯定了 我肯定了 你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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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党干部人 聘的就是文化 文化纸上是做人 做人纸上就是身体 爸 您那做人没问题 聘的就是身体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长的 我 跟我哪是身体啊 爸 拿点钱带爸吃包子去 大黑跟着老王干起了洗澡堂子的领导 虽然干的都是些苦活脏活 但管厂里八百号人的洗浴权力巨大 无论多大的官来洗澡 老王想让他进就让他进 你也请坐洗澡 家里装修 您洗衣好 钥匙 博鞋 工作证 妈 工作证啊 这是王八的屁股 规定 我脸就是工作证 对对对 主任这脸就是规定 规定请 那没热水呢 这哪了这是 没事 我给他退退帮 没过多久 在吕主任和姚丽的赤身锤饭和挥汗如雨下 纺织厂成功干不下去了 厂长被迫改制 轻调杜虫 搞起了竞聘上岗 一人一票民主选举 工人们热烈欢迎 踊跃参与 洗澡堂子里 老王和老黑半遮半裸芒的不亦乐乎 结果月华急吼吼地冲进来 又大事相告 听吧 老王顾不上穿衣服 直接冲出了门 回来 回来干嘛 你走广了 喂 胆干门在什么时候 都要注意自己的心象 正是春风得意马蹄集 哪管静衣未避体 我是干部 我骄傲 踏平要挟走正道 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请一键三连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别忘了到淘宝搜索淘补贴374 或者点击评论区链接 帮贬豆捧个人场 感谢各位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